哨声一响 小朋友们或跑或爬 向前抓取自己想要的道具 有人一手就抓了个金元宝 也有人拿到听诊器 还有小朋友因为太紧张 原地大哭了起来 这场遵循古礼的抓周仪式 家长齐心见证小宝贝周岁时刻 让孩子做出人生的第一个选择 地球仪 葫芦还有尺 对 然后我觉得很不错 还有金汤子 他说爸爸比较辛苦 刚才抓到了金元宝 就是爸爸妈妈非常地满意 就是希望可以真正实现 这样子爸爸可以少赚一点钱 北楼区公所首次和北投文物馆合作 邀请15对夫妻带着周岁宝宝 参加台式礼仪 结合日式古迹与文化创新的抓周体验 也响应台北市政府人口政策 强化宣导爱无分性别 儿女皆是宝的理念 这次呢希望透过帮小宝贝 做一岁的这个生日庆典 也就是抓周的这个仪式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小宝贝是我们幸福的累积 那也是家庭很重要的资产跟力量 区公所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宣扬传统礼仪 并结合在地日式建筑特色 为民众提供不同的抓周新选择 同时也为孩子们带来满满的回忆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